最高的意義 很贊成 你在這裡住了多年? 21年 已經工作很久了 為甚麼? 想留給子女 不需要偶爾審查 你覺得在甚麼價錢可以接受 180萬元 如果政府重推租资计划 你住在日东尊 你有没有兴趣去买 有 为什么 因为属于我自己 有没有兴趣去买自己的工具 当然有兴趣 我希望用原有的房屋署管理方法 管理回城岳村 可能首几年就由房屋署管理了 因为他们的经验多了 在几年之后再决定 用有没有其他新的方法去管理 如果政府重推租资计划 你有没有兴趣买自己的工具 有 有兴趣 应该100万或100万以下 轻松一点 最怕是管理问题 希望由政府做回几年 做得好 我们照样做 就会合逻辑一点 今天又来到南区当中 因为民建联也都在我们十八区当中 做一个重推租资计划的一个问卷调查 收集我们居民的意见 收集到很多街坊都非常支持 重推出售公屋这个计划 我们也希望可以建议政府 積極考虑重推出售公屋 让我们居民 拥有更多幸福感 以及获得感 我们也收到很多街坊 对这个计划 很有支持的意见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长远的居所 我们看到公屋的出售价 亦都相对合理 所以我们收到很多意见 街坊都很支持 重推出售公屋的计划 我们计划 如果每年大概买一万多个单位 刚才我们也听到很多街坊 一百万左右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初步计算 每年只是政府的收入 都有超过一百亿 而这个一百亿 是可以持续收十年 即是说我们大概政府库房 是总共多了一千亿的收入 我觉得对政府的库房 对居民都是win-win 其实大家都关心业权 以及管理问题 主要就是大家之前 有些租资计划的管理出了些问题 我们的建议就是 房署第一 不要整个平地 休息用地都卖给他们 事实上都不应该由他们分担 可能只是卖那栋物业单位 公众范围和他们的单位 减少他们的负担 第二 就是我们觉得 管房署做回管理 其实大家都很多表达 就是房署管理做得好的 他们愿意夹钱 去交管理费 所以如果房署能够做完这个动作 我相信大家都很接受这个计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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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